为了让社区发展能够更进一步 一新社区发展协会 今年参加社区绩效组的工作评鉴 将这几年来社区成果展现出来 县远吴国昌、黄世芳、林芳宇以及苏玉成 也特别到一新社区观看社区成果的展现 我想十三乡镇中 我们超高龄年龄已经是第九名了 所以我们对照顾老人的议题 我觉得也感谢我们县政府的重视 县远黄世芳表示 一新社区不管是生态保护 或是展现社区特色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期待这次的评鉴 一新社区能够有好的成绩 来鼓励他们继续推展社区工作 包括社区还有社区的特色 包括我们的中台产事和产产党 甚至产产党在当年基盤就有129年 市场的文化也非常豐富 就对了 请我们委员可以 我们一新的部分的敏感 可以给我们分手更高 先元吴国昌表示 一新社区在邻里市长的带领之下 充分的发挥功能 并且积极与地方宗教文化特色来结合 形成社区自己的特色 期待今年一新社区评鉴 能够得到好的成绩 尤其我们一新社区 当年来在我们理事长 领土地下 跟我们地方的学校 跟我们包括这里有道教 这个庙和我们的中台产事 还有社区真正好的一个特色 我相信今天一个委员 看到他们这个承报的内容 必定会让他们很高的评价 我们也要来教会 可以取得到相改好的成绩 先元林芳宇表示 社区的推动除了需要软硬体的设备 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人的参与 一新社区在老人照顾方面 做得非常的不错 也看见社区长辈非常愿意 来到社区活动 非常值得鼓励 有我们在地的这些长辈 大家来到这里 会让他们感觉到温馨 同时也能够让他们过得健康快乐 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在照顾的这一环 对老人的照顾也做得不错 这些长辈们都很乐意 很高兴 时间一到就来到社区这边 副一长潘一泉表示 今年社区评鉴已经陆续的完成 除了预祝参与评鉴的社区 都能够取得心目中的好成绩之外 也希望更多的社区 可以积极的来推动社区工作 营造更美好的社区生活环境 记者陈维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